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台北市政府前年公告修正垃圾焚化厂回馈地方自制条例,增加售电及带处理垃圾收入回馈,才专用垃圾带地价券及期,11商品卡各办发给回馈区。 议员林世宗今指出,去年首次发放,不少民众反应所需回馈不一,还局能否顺势改发现金,也能省去印刷等行政作业。 环保局表示,会研议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部门今天质询,林世宗说,据去年发放情景来看,似乎领取状况不佳。 刘明龙说,发放八成以上,一笔投票率高,民众生活可能也忙碌,无暇顾及此事。 林世宗说,目前各办发放超商提货卷、垃圾袋,但民众声音很多,不见得符合需求,是否可以思考改发放现金,效果最直接,也能确保落实在每个市民,如此一来,也能免除印刷等繁琐行政作业, 可谓一举多的。 他也说,已向主技术请示过,以现金发放不会有法规难行的问题。 刘明龙表示,确实有其他县市才发放现金,北市过去也这样做,但后来因故取消,环局会采纳建议来研议。